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如这个图 现在有一个重物的位置 这个重物的位置 是W 那往什么呢?往右移动 也就是X增大的话 则下列何则将随之增大 这个棒子的 那个重量可固略 质量可固略 那么我们看看 A它说,枢纽失于木棒的作用力的水平分量 苏纽失于木棒 它水平分量 会变大还是变小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把对象钉在这个棒子上面 这个棒子的话 在水平方向有哪些作用力 有枢纽 在这个棒子上面的作用力 水平方向 还有什么? 还有绳子的张力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W往右移动的话 这个张力会变大 为什么? 因为 你这里当支点 你这里当支点的话 W往这边移动的话 它重力力矩加大 重力力矩加大的话 因为它力矩要平衡 所以你张力产生力矩要加大 因为这支点是固定的 所以的话 这张力会变大 那张力变大的话 张力投影在水平方向的分量变大 也就是说这枢纽 投影在水平方向的分量变大 所以A选项是对的 A选项是对的 枢纽失于木棒作用力的水平分量 再看B选项 B选项它说 枢纽失于木棒作用的千子分量 那千子分量的话 合力也会等于0 不会变大 为什么? 因为千子分量的话 因为它这个张力变大 所以这里的那个千子分量变大 这里的千子分量加上这里的千子分量 刚好抵消重量 那刚好抵消重量 所以 枢纽在这里的千子分量 加上张力在这里的千子分量 刚好是重力 既然这个变大的话 所以这个当然要变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分量加这个分量加起来是固定的 所以事实上它是减少 所以的话这个是错的 这样看B选项 B选项它说 枢纽失于木棒作用力的方向 方向 与水平分力方向的夹角 水平分力的夹角 首先我们看 因为它这个 作用力的话是往这边 作用力往这边的话 它的水平分量的话变大 水平分量变大 水平分量变大 就是水平分量变大 千子分量变小 所以这个夹角会变小 我们就说 枢纽失于木棒作用力的方向 水平力方向的夹角 就是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它会变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分力变大 这个分力变小 所以它夹角会变小 它说增大 增大 这个是 这个是变小 C变小的话 所以不要选 C它是变小 再我们看 D选项 青绳上 张力量子 张力量子当然变大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会变大 D是对的 再我们看 1选项 他说 他说 施与木棒的三重力方向的 隐藏线的焦点 与物体的距离 我们知道 三力平衡 它有一个性质 就三个力的 那个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木棒 这个木棒现在有几个力的作用 有重力 还有 枢纽一样的力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张力 这个三力平衡的话 三力的延长线会焦一点 也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往这边 这个重力的话 往这里 它的延长线 在这里 焦点在这里 也就是说 它那个枢纽 它那个重力的方向 也是往这边 往这边 往焦点 他说这个焦点的话 它距离的话 会变大 这个错了 会变小 为什么 因为它往这边移动过来 我如果在这里 焦点在这里 如果它往这里 焦点在这里 所以它往这边移的话 那个 三力的延长线的焦点 距离这个物体的距离 会变小 所以它是变小的 不是变大 所以D也是错 E也是错的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 A跟D 颜辛